高雄就有消费者到连锁卖场买了古早味的便当 就一咬下去发现说排骨硬得像石头般 因此怀疑业者是味噪保存期限 而且是给他吃过期的便当 他控告林姓店长涉嫌味噪文书 那么检方侦办之后还真的特别把排骨便当来送宴 发现没有毒菌问题 加上消费者没佐证 所以整起案件争结不起诉 排骨肉下油锅马上发出滋滋作响的声音 排骨肉水分不断蒸发 就怕炸太熟 还得不断从油锅里夹出来检查 高雄的连锁大卖场也有卖各式各样的便当 就有消费者挑了古早味便当 咬一口上面的排骨肉 却觉得排骨硬得跟石头一样 他认为便当明显过期 怀疑连锁卖场味噪保存期限标签 提告味噪文书 检察官侦办为求谨慎把便当送宴 却都没有验出毒菌 在询问其他便当店 才知道排骨炸得太硬 原因有很多 炸太久 那如果你炸起来放太久的话 大概五分钟之后 它就开始变硬了 但是冷气也是同样硬 没有添加物 才会变口 排骨便当的保存期限 只有一天 没卖完就会报废 检方认为这位先生指称排骨太硬 就认定卖场善改标签 却没有佐证 认定卖场最显不足 不起诉处分 消费者凭口感给了定论 却也让卖场店长无辜哀告 记者课程好 林志会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